那我是Mob大中华区客户经理Iris 我相信大家对我比较熟悉了 今天我们先来赶紧看一下有哪些agenda 就是这个看一下这个内容 那第一部分呢我们会跟1月份2月份一样 是继续讲这个global section的knowledge 1月份我们讲了美国 2月份我们讲了这个日本 那这个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韩国 那么如果大家是对这个市场非常关注的话呢 可能对美国日本呢都会有兴趣了解 但其实今年其实从去年的我们data来看 韩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opportunity 那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细讲一下 这个韩国的一些情况 好如果大家呢需要装这个flash可以刷新一下 就尽快的加入我们课程 那也可以通过回放去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内容 如果今天在我们讲的时间当中没有办法及时的join 那接下来呢再会有这个Firebase 那Firebase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free的ture 那可能大家对google analyst 就谷歌分析这个工具会比较的熟悉 那么Firebase其实是更针对于这个app的这个version的 所以这个Firebase今天我们会请我们的产品技术专员 他会跟大家讲一些基本的最重要的 大家很想看的一些这个metrics在怎么这个Firebase dashboard能看到 那大家其实对Firebase的了解更多的是想问一些怎么用法 比如说怎么能帮助我们赚到更多的钱 怎么去做一些很好的操作 那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就是认真地讲一些solutions 这个我们也是特意为我们的同事 通过我们同事的一些沟通 然后为大家准备的内容 但如果大家听完今天的Firebase的一些讲解 觉得 Lifetime value还有怎么做AP testing 去做这个reward add这个incentive的这种expertement 然后大家会觉得还想听多一点 或者说这些其实我们今天听完之后 会知道怎么操作了 那下一步还有没有更高阶的 那我们也会在之后为大家讲解 所以大家先听完今天的这个内容 然后再看之后还有什么想学的 那最后当然还是有我们像上次开始一样的 有这个admob的线上那个答疑 那一开始我也会邀请这个同学 就是大家填那个问卷嘛 就是这个registration form的时候会有 大家有没有想问我们政策专业的问题 那如果有填写的呢 今天我们就会在这个环节来跟大家解答 那如果没有来得及填写的 这个大家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聊天板 这个聊天板块的时候 在帮你装印的时候问他一些问题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 Go Global的Korea的这个 韩国的这个部分 那韩国这个部分呢 就如果大家有装印这个上次的 你会记得会邀请我的同事哦 那今天会邀请谁呢 Hello Andy come here now Hello All right So Andy呢 他是我的这个同事 然后就跟Akani一样呢 他是上周是Akani对吧 今天是Andy 然后Andy是负责韩国市场 那上周感觉大家都非常的有热情啊 然后有在我们的聊天板里发这个日语 那今天大家也可以发韩语来表达 对Andy的这个欢迎 Andy can I just introduce yourself a little bit Okay hi everyone My name is Andy I am working with Korean developers And I'm pretty much doing the same thing as Iris But with the Korea market Nice to meet you Hello好 那Andy刚刚就说 其实我们俩是同一个定期 就是做的是相似的工作 只不过我是负责大中华去 然后他是负责韩国 所以今天请他来讲呢 是会非常的这个好的 好那我们就赶紧开始 那今天呢Andy会讲这个overview of the Korean market 还有user behavior 以及这个市场变现关于这个gaming 那天他准备了非常多详细的资料啊 比上次更多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他今天要说些什么内容 那第一部分呢 就是overview of Korean market Can I just introduce as like the snapshot of the Korean market Yeah so I'm pretty sure a lot of people already know but Korea is a pretty small country with 51 million population only but we have a pretty big economy which is number 4 in APAC and it's a very tech savvy and a very advanced market 好那刚才呢 Andy就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对其实韩国确实这个国家没有很大 从人口和地区上来说 但是呢它在整个GDP占了亚洲的 number 4 这是很重要的数据 那么其次呢 它的这个technical的这个 伸透率啊 重要率都是非常的 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有更多的数据 会再从这两方面来讲一下 Yeah so as I mentioned it's a very tech savvy country and we have pretty much Wi-Fi everywhere high internet speed and almost everyone is using smartphone as well 对那这里他又再次强调了一下 这个smartphone智能手机 在韩国有个非常高的伸透率 然后网速也很快 然后Wi-Fi几乎上也是无处 就是随处可见啊 就是非常的方便 All right So yeah you can see here Korea has the highest smartphone penetration in the entire APAC region So almost 81% of the population has smartphone 对那么在韩国呢 基本上也是81%的人都已经用了这个 smartphone 那虽然说它的人口不是说 在亚洲国家里是最高的 可是呢它的这个智能手机的这个用户的使用率是非常的高 这一点是大家要关注的 And along with the smartphone We also have the fastest internet connection So almost entire Korea 96% of the entire nation has a very high speed internet of almost 50MB per second 好 那这个数据呢就是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到底我们说韩国的网速很快 大家用网很方便 快到一个什么程度 然后它这方面的那个数据是怎样 在这里就很细地讲 Andy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Like in terms of like fast mobile internet Do you think that's necessary for Chinese publisher to still use preload I think it's still necessary My publishers are also using preload Just to make sure that it doesn't lag anywhere OK 那刚才我也问了这个Andy 虽然咱们说这个韩国的这个fast mobile internet非常的快 那是不是就不需要做御家仔了 因为我相信对于看法者来说 他更关心的是要不要做御家仔 对不对 然后呢Andy的回答也是说 其实对于他的韩国的这个开发者来说 他们也会做御家仔 就是just make sure 就是只是就是以防万一了 所以其实preload还是是需要的 就大家不要认为就是韩国很快就不需要preload 但是呢你就不用做太多 如果你的用户是主要是韩国的话 你不需要做那么多的那个preload 只是说但是还是要注意这一点 OK 好那刚才呢讲的是非常多的这个 就是讲了一个基本的一个technical situation 那我们现在呢要进入到今天重要的环节 首先我们从userbehavior开始用户行为介绍 OK 那刚才我们讲的那几个一些基本的infrastructure的一些介绍呢 那这里我们就会讲更细致的跟人的行为有什么关系 那刚才我们说到smartphone在韩国既然渗透率那么高 那原来其实这个user的age 他们也是覆盖的非常的广 从10岁到60岁那也就 还是没有看到你的屏幕 好 那那如果我现在来说一下 我先结束直播然后我重新开始吧 OK了吗 OKOK了 太好了行 那大部分人都说好了 Oh my god Thanks goodness 我好紧张 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好好好 所以大家知道咱们今天咱们每一次都是真正的这个直播 咱们没有录播 所以这种情况我完全没有办法遇到 OK Let's continue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继续说啊 因为今天的内容实在太精彩了 继续我们继续讲 OK cool 那so based on the question I just asked 我刚才问了Andy一个问题 我就说 既然他刚才提到 就韩国人用了就是老少皆宜 其次呢 然后韩国人也非常习惯于用这个app去manage their life 那what kind of like app是对韩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Can I just back to the question I answered Yeah So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calendar apps for example Calculators or where you can keep like your expenses as well and there are those who share diaries with people so there are like a variety of apps and there are also weather apps like people like to check the weather and like the pollution air pollution every day Gosh 那刚才他跟我提到非常多关于生活 这个lifestyle的这个app 包括比如说计算器啊 算账啊 看这个weather 看天气等等 那其实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会看一下各自的这种的这种 的客户的一些app嘛 然后我经常就在那玩游戏 然后我就看到Andy很认真的玩指南针啊 就是各种各样那种工具类的生活 lifestyle 所以我觉得他讲的也是还是很有用的 所以其实今天可能大部分来 可能是想做这个gaming 但是呢 如果你是做non-gaming 你可以考虑一下刚才Andy讲的 刚才Andy讲的什么呢 那就可以再看一下回放了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继续跳到下一个section 内容 OK 我这个页面在哪里 稍等一下 好 那 等一下 我们刚才讲到了 OK 那就在这里 好 那 那 what about this one 那 how about the user behaving in terms of hours 所以 you can see in the graph Korea by far is like the highest minutes like people spend the most number of hours using both apps and games and it says that we spend more than three hours a day to use apps and while you play more than an hour of game everyday and there is a quite big growth in gaming as you can see in the graph so it seems people are people nowadays are playing more games than before 嗯 那从这个graph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韩国人会可能更喜欢玩游戏了 那即便如此呢 他们也是大概花三个小时的时间在app当中 那如果在你自己的这个数据当中 你看你的韩国的用户啊 他每天的这个时长 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这个展示的这个数据是靠近的 那比如说他的游戏可能要超过一天啊 所以在这方面你可以知道 是不是可以有自己优化的这个空间哈 那他这里甚至都更加清楚的说 其实韩国人他可能一个月当中他可能会用35个app 那就是说一天都可能用一个或者用更多的啊 就是虽然不知道频率 但是其实说真的是韩国人是非常喜欢用app 用app在他们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common的 非常这个frequent一件事情 好 yeah and among these apps like the most dominant ones would be communication and like social apps such as Kakao Talk which is like WeChat so Kakao Talk everyone is using it pretty much like all throughout your day so everyone is just texting each other there and also gaming is a growing market there where everyone is a lot of people are also spending not just time but also money in the gaming right yeah 那在这个 我刚才又跟那个Andy请教说 既然大家这么喜欢用app在韩国 会用什么类型的app呢 那SMS就是像这种社交类型的啊 社交通讯类的 就是是非常出名的在韩国 那比如说在国内的话 大家可能用WeChat 那在韩国的话 他们可能会用这个 叫什么KikTok Kakao Talk 我每次都发音发不清楚 Kakao Talk 然后就是跟这个WeChat是一样的 非常的popular 那Gaming也是 好 Gaming也是用的比较多 那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Is like since the SMS SMS seems super popular in Korea then will you suggest like either I mean both gaming and non-gaming publishers to ally the SMS kind of function similar function in their app I think there are apps that provide like Kakao Talk login like you know how you can login with Google account or Facebook account Good point There's a Kakao Talk login or what else can you consider There are games that are published through Kakao Talk as well 啊 好的好的 那刚才我就问他 那怎么样去把这种SM和这种社交元素 融入到我们的app当中 既然他韩国用户这么喜欢 他就说其实你登录的时候 有一些Kakao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 就可以用这个Kakao 或者是说 在Kakao上玩游戏啊 或者等等 甚至你也可以在你的这个工具类 或者游戏类的app当中 放一些社交的元素 去share啊 去social啊 去排名啊 这些都应该对韩国的用户来说 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I found some questions on the comments here They say How about the Facebook And then Is that popular as well? In the next slide we have Okay Yes So you can see in APA Koreans are using social network like a lot more than others And Facebook And YouTube are the top ones But YouTube right now is I think overtaking Facebook So YouTube has like 74% penetration And Facebook has 62% And I think recent In the recent years Facebook is declining a bit While YouTube is growing very much True 那也就是说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这个Kakao 它还有Facebook YouTube 也是非常popular 在这个韩国的 不是说大家不用哈 Line相对人就比较少一点 Line在这张表当中也出现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排名 那现在YouTube也就是乘胜追击 然后用的户也很多 如果你想做一些推广的话 其实YouTube的时候也是一个Facebook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channel 这个数据就是18年的 就1819年最近的 后面还有些数据是2020年1月份的 但是现在这些数据应该就是近两年的 所以是完全是可供大家参考的 好 And now turn to the operation system Yeah so we're where Samsung is from So obviously we are very Samsung heavy Android heavy So almost 75% of the smartphone users are using Android OS And it's the rest is pretty much iOS And it's Samsung and Apple That are quite competing in Korea But there's also LG Which is another Android manufacturer in Korea I see 那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 对我们第一期和第二期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就美国和日本 其实相对而言 这个Android它是没有iOS的这个那么明显 不论是从revenue或者是从用户 那具体的数据大家可以回看之前的 但是韩国却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情况 当然这可能跟这个大家用三送的这个手机的品 就是比较多也跟这么一个国家的情况有关系 那这个大家肯定不觉得surprise 那这个表当中有非常清楚的有显示 用每个open system的一个market share 以及甚至列出了这个不同的品牌 到底大家怎么用 那我相信大家做一些banner 或者做一些这个广告啊设计的时候 也会想去看一下这screen size的影响 如果Android比较多一点的时候 是哪一种类型的手机会多 那在这里也看到的是三送和LG比较多 那后面还会为大家介绍一些spending和IOP的情况 那先往下走 yeah so here it's again touching about how there's very high speed internet pretty much everywhere in Korea so by I think in 2019 80% of mobile phone users were connected to 4G and right now I think quite a number are getting connected to 5G even so the speed is pretty fast everywhere you go in Korea nice 那这个表里面有点时间有点旧 因为是2016年2017年 那当刚才Andy有补充了一些新的数据 就是说在2019年基本上大部分的都已经用4G了 那现在可能更多的需要5G了 how is the 5G situation now? do you think when it will be more like penetrating the market? I know they started like rolling it out last year but I'm not sure how exactly penetrated it is but like the major telcos are like really going into the next 5G market yeah yeah 对现在他们这个通信云商在韩国也非常这个白热化在5G的竞争中 应该很快我们也能看到5G的一个大部分的使用情况 好的那现在就来到我们今天韩国section最重要的环节来讲 是gaming gaming当中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slides 好那我们首先从这个overview开始来讲 how is the overview situation of the gaming market in Korea? yeah so as I mentioned Koreans do have quite a number of gamers and so you can see here we spend about 5.6 billion dollars on games and we are the fourth biggest market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gaming revenue and we also have almost 30 million players and we only have 51 million population so that's more than half of our population I would say 对刚刚这个数据也讲非常清楚 就从一个三个碰碰一个重点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market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所以他在东南亚里面来说他的这个用户啊 还有他的一些revenue情况都是排名靠前的 然后用户数量啊以及一些revenue AIP和广告内构加在一起看上去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数据 所以跟大家说他的potential是很高的 yeah so here we just have the simple graphs that with the revenue it's also the users and penetration that's going up as well 好那这里也是看到就虽然竟然市场已经这么好了 可是这个趋势看上去还是蓬勃向上的 这个revenue trend和这个user的这个penetration is growing 还是非常一个positive的一个情况 yeah and when we look at the demographics of the gamers it's almost half half but it's slightly more males so 55 percent males but if you look at the age group you can kind of see that males have younger players so you have 15 percent like 16 percent of them in their teens while in female it's pretty much like quite evenly spread out but it's almost like about 10 percent in each age group and surprisingly male also have quite a few players in the 40s as well interesting 那好这个是一个重点大家如果在做笔记的时候 我就提醒大家记录一下 那这里直接讲到了一些demographic data of the game user in korea 那这里有讲到呢首先刚才我们之前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提到的是 这个这个smartphone user的年纪在韩国 跨度非常大 从10岁到60岁都有用 所以你有时候看这个demographic data的时候呢 他可能是这个看到的是这个30 40 那今天我们这个数据他都从10岁就开始说了 那其次呢这个male和female的这个数据呢 他也是非常close几乎是一半一半 但是male稍微多一点 那两者的差别就是说male他可能更偏年轻化 然后female他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 也可能他跟这个casual user的这个有关系 那下面我们会再具体的去讲一些细节 大家先记住这个重点 so this slide is showing the split of revenue between the different oss so as we mentioned before korea is a very heavy android market so android is taking 85% of the revenue 85% of the download and also 81% of the gaming revenue here yeah 那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关于open system 这个安卓还是iOS呢 我们之前只是说一个market share的吧 那这里我们有讲到这个钱的一些情况 i want to ask one more question so you know in general like the ios and android ecpn is quite different iOS kind of higher in global how about in korea specifically like which one is higher or similar i think ios might be slightly higher but it will vary depending on the category of the app as well i see yeah 那在这里我也就因为我们俩 做这个客户经理也经常会看全球的数据 所以其实先不说每个国家的特殊性 从整个的ecpn来看 an卓相对而言是relatively相对而言低一点 比iOS 那刚才我就问了 那如果安卓在这个韩国市场既然这么predominate 那是不是他们的这个ecpn相对会好一些呢 那刚才andy就是说其实还是iOS稍微高一点 但是其实这个更重要的在韩国是看category 可能有的categoryiOS可能还是没有android高 所以这个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这里这张表里面给大家大概看了一下它的一个情况 所以android的这个revenue的growth在韩国还是一个比较heavy的一个现象 ok 那我们现在呢就turn to the gaming trend 那gaming trend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拿了刚才有些朋友说 哎怎么都是2018年的数据啊 那这面我们讲到的是这个2019和2020年的数据 但因为这个我觉得因为其他的那种general的数据 很多时候要看那些白皮书 他们可能发布的时间啊和他做这个数据的时间 相对而言它的跨度会比较长 但是这个trend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拿了appany的最新的数据来跟大家解释 那我们开始留心听这一块了 alright ok so we're taking a look at the list of top apps that for the entire 2019 and when you look at the whole list you see quite a lot of like social photo apps like we mentioned earlier but if you see here we are highlighting the gaming apps that are doing well in the market as well so if you want to move to the next one and we look at the ah let me just translate 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2019年全年的一个数据啊 当然再单看2020年月份的数据 那2019年的数据在这张表里面呢 andie也是非常精心为我们准备了 就是整个的一个情况 那么2019年呢 他有几些数据里面看到啊 就是他会有一些啊 这个social啊或者其他game 那在这个赛里他highlight出了这些game andie do you think what kind of gaming what kind of gaming trend shows in 2019 overall so i think we do have slides for that in the next so if you see here like we have highlighted how a lot of the top games it is still rpg like heavy rpg games but ummmorpg is like slowing down in terms of growth 对那刚才我们说到gaming的话呢 其实大家今天有个重点就一定听完 你可能其他记不住 那这个一定要记住的就是rpg在韩国 在整个游戏当中是最重要的 然后他已经多年来说是一个非常dominate的一个情况了 那当然他可能慢慢的有一些偏向casual 或者其他的hyber的情况 但是rpg一定是韩国一个主打的品类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一下rpg的情况 那么刚才呢andie说的这个rpg的market呢 像多人对战这种呢 他有一点点decreate 其实他还kind of steady的 但是只是说跟2018年2019年比起来 他有一点点的decreate 那那些人去了哪里呢 对那刚才我们就问啊 其实rpg没有说他跌的很厉害 他是非常的重要 他是the kind of steady的情况来说 但是呢有一部分可能rpg或其他的用户 他转到了action和adventure 记重点了哈 这个一定要记得 那就是说可能有一部分源自于rpg人 他可能现在去玩action和adventure 会有一些不是的 但他慢慢也走向 那这两个类别action和adventure 他是在以前是没有那么popular 可是随着这个大家都开始玩casual game 或者这近两年的一些大厂的一些融入 所以这两个类别现在是非常的关键了 所以大家可以要特别的留心 哦原来这两个这个action和adventure 在韩国市场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情况 嗯 啊 yeah and then if you're looking at the growth by where the games are coming from it is the growth is mainly coming from emported games that are outside korea and you can see here that china is contributing to that quite significantly alright 因为当时我们在准备这个slide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看了2018年20和2017年的数据 那个时候啊整个这个市场里面当中 其实还是韩国占主导 就是他们自己domestic的游戏 但是一看到2019年的数据 就非常 totally surprise and different 那比如说从action是芬兰呀 adventure是中国呀 casual是阿尔兰呢 strategy甚至也是中国哈 然后RPG现在暂时还是韩国的这个game比较多 但是如果你细致地去看这些分类的话 imported game就是从国外引入的game来说 其实是在韩国的用户来说是非常受欢迎的 嗯 yeah and you can see here over the years like there are more import games coming into korea market and the competition there is getting more fierce as well yeah 那现在整个这个竞争就很白日化 那韩国不论这个就是可能他本地的开发者 不断是跟自己的这个company去竞争 他跟海外的去竞争 那这三个图当中大家你可以看到 蓝色的部分可能在逐渐变小 就是本地他们自己的那个games 然后现在红色是专门是国内的中国的开发者 所引入的这个games 黄色成黄色是其他国家的 那现在把它两个加起来的话 它真的确实是一个越来越多涌入韩国市场的这么一个趋势 and koreans are not exactly picking it based on where it comes from so they're pretty much open like regardless of where the game is originating from so you can see if you're comparing china games and korea games the numbers are pretty much the same so people are not they don't have any prejudice or anything against games that are from outside korea 那如果这个是我自己来说大家可能还不信啊 所以一定要请Andy今天来跟大家讲述这个fact 就是其实在韩国来说 其实韩国本地的人他可能对这个外国的这个开发者的游戏 其实他一点就是不是太介意他真的会很喜欢玩 只要你的产品的这个质量好 所以你现在去看到2019年的数据 其实从中国引入的game跟韩国的数量就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那个ARPU也是非常非常接近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努力 不管你是小的开发者还是一个公司 一定要往这个出海的路走 大家的现在的一个趋势已经是非常的好了 好 好 yeah so if you take a look at the top games by age group in like 2020 January you can see most of them are actually export games from outside korea and these are the ones that are in the action and venture category so there's actually quite just very few maybe two or three domestic games and the rest are all from outside korea do you feel sad? a little bit but yeah so the ones that are highlighted here are all action and adventure as we mentioned those are the growing categories 好那这个slide呢就直接讲的是这个1月份的了 这是最新的数据 所以刚才就如我跟大家promise的一样是有新的数据的 那也非常感谢Andy呢 甚至给把大家年龄的这个不同的用户玩的游戏都给大家划分出来了 那他也highlight到一点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他划分出来的这些都是其他国家的这个游戏 而不是这个韩国的 韩国的可能就只有一两类 像这个Brain Out或其他的确实真的是霸榜霸的 真是全球都在玩 所以一款好的游戏在出海方面做得好 真的是可以满地开花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好那些问题 好那些问题 有关于IIP和Payment 可以先介绍一下 可以先介绍一下 是的 是的 所以 最新的方式的方式是 通过你的CreditCard 那是在你的手机 或是你也可以购买到你的手机 所以可以购买到你的手机 所以可以购买到你的手机 或者使用PlaiGiftCard 就是说用信用卡或者用这种礼物卡 这非常非常的普遍 在各种国家甚至中国也很普遍 但是就是给电信商来付款这个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Do you think that's just only happening in Korea I'm not sure but it's quite common in Korea So like you pay your IAP together with your phone bill every month Is there any specific setting for publishers to do that? I'm not sure Maybe they need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 telcos 好 虽然我们不是很清楚这个AIP当中 如果做这个电信商去付款是要怎么做 但是也是在这里给大家这么一个好的information 如果你做AIP的话 其实也可以想一想这一块怎么去做这个setting 好的 Okay then now we go to the user behavior Yeah Yeah so here we're pointing out When it comes to casual games how people find out about new games or what games to play It's mainly through the app store itself Okay yeah 那这里就是很快的把每个重点我都highlight在这个 这个headline 那大家就赶紧记一下 我们就会很快的过掉 因为这个相对而言没有很复杂 可能就是说在韩国来说 App store is kind of主要的一个channel for大家去这个discovering这个casual games 那 I want to know like I know you know in US or in China There are some like website for the gamers to to review and to make comments Why 那为什么 Why the app store is kind of significant in Korea I'm not sure Maybe because we have We do have like YouTubers that are reviewing games People follow And that's kind of a good way to advertise your game as well But maybe because you have to consume so much time Reading on those contents to actually get the review Yeah People just go to I guess top ranked apps in the play store And if you see here If so the ranking on the store is quite important So like the top apps will like easily get downloads And also if you get featured on Google Play store Or app store Like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just download it Gotcha Yeah Just kind of like capture all the attention immediately 那所以这一块他刚才我就在问 我说其实在很多的一些像美国呀 或者中国都会有一些像bilibili 或者其他的一些网站 会给大家做一个就是comment啊 或者review呀对不对 然后我就问这种情况在韩国有没有 他说韩国就好像比较少 主要还是看这个ranking 那如果你的这个app会被feature啦 会被比较排得很好的位置呀 那所以大家在做这个投放这块就注意 其实他们真的还是会花很多时间去看一些 这个app store的一些信息介绍 Rather than一些website Yeah And then as you mentioned They also do go to the game and review websites to get some feedback But it's they also people really read through the play store reviews as well So my publishers are very specific about what kind of reviews they're getting on the play store and they're very sensitive about it OK 那哪怕他们就是会看一些网站 它确实存在的话 他可能更care这个review on the app store 就是一些comments在你的这个应用商店里面 所以如果大家应用的在这个应用商店里面的一些comments 如果发现有些negative的留言的话 一定也是要赶紧去跟大家回复 因为这个对韩国人来说它是非常sensitive 非常注意的 所以这点也是大家要特别的 Yeah So for casual gaming when we look at it The reason why they play it is mainly just to pass time So 70% of them are playing it just to pass time And it's almost half of them are playing it because it's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Yeah 那这里我们list就是list出了很多个原因 就是大家玩这种casual game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这个真的每个国家它的考虑点是不一样的 有的可能是放松呀 可能真的是challenge yourself 特别像那种puzzle那种games 可是在韩国呢主要还是pass time 那如果是pass time 可能相对而言它也是老少介意一点 也就是说它可能玩法要比较的简单啊 易上手啊 所以大家如果在做gaming的时候 这个也是它非常重要的 那这一块呢 大家如果就是在之后回放 或者你觉得对你很有用的话 你真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在研发 以及在你们做一些投放素材的一些的时候 也是一个重点 所以大家要注意看每个国家 在不同的他们的这个user 他玩的这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OK And when it comes to uninstalling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s because they don't like it anymore Yeah And then the second biggest reason would be that it takes up too much space So when people run out of space on their phone they will look for apps to uninstall which I do really really I thought it's only happening like South East Asia or some other countries but it's do happening yeah it's happening in Korea as well 对刚才Andy 还给大家特别的一个小提醒 就是其实原来很多韩国的用户 他真的只是说 只会看你那个size of app 是不是很大 或者是觉得 就是可能 为了一些流量或其他的原因 他可能觉得不好玩了 就把它删掉 我之前以为这种情况出现在一些第三国家 可能emergent countries多一点 原来韩国也会 那我想其实可能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 所以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嗯 那现在我们来讲到AIP了 yeah so when they're making purchases and purchases in the app it's mainly because they want to acquire something that's not acquirable like through just normal play so they want to get some like rare or exclusive items or some accessories and they also want to like what do you call this shorten the time to play so they don't want to spend too much time if you can like speed it up they want to do that and also they want to they like to enhance their skills and their weapons so they basically want to like put the best like front up when they're playing the game 嗯 那这里Andy甚至非常好心地跟大家讲出了 那AIP是哪些重点 那这个真的大家要注意自己在AIP设计 so how do you 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IP and Rewarded ad? hmm so that's why I think a lot of our publishers have like concerns about using AIP and Rewarded all together so it do happen among the Korean publishers yeah I think it's like homework for them like how to balance it together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give out something that's too valuable through the Rewarded ad yeah so they have to think about the value chain between like what you pay for and what you get like through the ads true 那其实呢原来韩国的开发者跟中国也是一样 他也会想去balance这个Rewarded ad和AIP的情况 那当然AIP的情况可能很多 他是在这种重度游戏中重度像RPG啊或者之类的这种角色扮演类的 那如果在casual的话可能相对而言简单点 但确实这个中间的balance可能需要你通过数据啊通过一些想法啊去做一些篩别 那之后的我们这个第二个section讲这个Firebase的时候大家可以认真听一下 因为这些可能都跟数据的一些测试啊有些关系 好 那我们首先呢就在快要结束今天的这个韩国section之前 来跟大家做一个summer of gaming market 那之后还会有一个summer of total这个韩国的这个market 好那大家现在就记下这几个重点 gaming的这几个market里面的一些summer是什么呢 嗯 ok so as we mentioned uh play and android is like the biggest uh volume platform in terms of number 好 and users also look at the store app store and app store reviews and ranking for um getting info on their apps ok pass it let me just translate those two 好那前面两点第一点呢就是google play非常重要了 大家如果从头听到尾的这个就不用更多的赞述了 user这一块呢就是说到刚才这个app store的ranking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以及呢就是这些commentscomments他们会非常sensitive去看 是不是想要玩啊是不是这个好玩啊或者有没有什么bug之类的 ok and in terms of buying IAP items it is mainly for getting rare or exclusive items or shorting the play time 嗯呀那关于spending这一块呢他们也会 其实韩国日本都是比较类似的他们都会在AIP上面愿意去花钱的 然后但是他花钱一定是让他觉得是有用的 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在balance这个rewarded ad和IP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清楚哪一些是比较重度的 真的是非常值得花钱的 哪一些是能够帮助retention rate 和这个engagement rate 那这个就可以放在rewarded ad yeah yeah and the challenge and the localization i think would go together because there are quite strong Korean gaming developers in the market and they're very good at localization obviously that's why when you're entering Korean market you have to make sure you localize your contents very well 好那刚才我们有讲到 其实现在来说韩国市场有很多的重要的品类 特别是RPG可能现在还是被韩国的一些publisher 或者是公司在dominated 但是也是有很多好的机会 所以呢localization就非常的重要 这一点其实跟日本非常相近 因为我经常会看那个全球的榜单 其实全球榜单如果你看欧美国家当中 基本上从名字到样子或者内容 其实基本上很多国家都非常的相似 大体非常相像 稍小许差别 可是在日本和韩国你只要看那个榜单 不管是它的那个app 还是它的介绍和图片 都非常的不同 就localize 都非常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进入套榜单 在日本和韩国的localization 一定是kind of priority 你一定要注意 yeah and lastly for the genre we mentioned that RPG is like the steady seller but there are casual games that are coming up like adventure and action genres as well ok 那RPG里面或者一些重度的可能就是比较适合AIP 但是这个应该跟日本和美国和其他国家都相似 重度的还是比较rely on那个内购 现在加一些混合的这个广告也是非常必要的哈 但是一个casual类的话可能就相对比较少AIP了 好 alright 那最后呢就是今天这个韩国section的整个的要点的一个复习 我们再来全部看一遍 ok so some key tips that you need to know when you're entering korea so as we mentioned language and localization is very important yeah 那这个就是如果今天大家不论你是已经进入了韩国市场 还是准备进入韩国市场 或者想把韩国市场做的最好 那这几点就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方针 就不管你是gaming non-gaming whatever 只要你想进入韩国市场APP 那今天这几点大家可就得认真定 第一个language 这个我就不再强调了 因为肯定language 不管你做gaming non-gaming 你都是需要有这个很好的translation和localization的一个requirement 对 然后currency这一块呢 yeah so for the currency like our currency is quite big so for example 1000 korean won would be equivalent to like one dollar so you have to end it with like three zeros it's kind of like how you don't end feel like super rich yeah you know like indonesian currency is like very big but like you don't end it with like for example if it's a dollar you don't usually charge like 1.23 cents ok it's like one dollar or like 1.50 something like that so three zeros at the end to make it like clean got it 这真的是个非常好的tips 就是如果你是内购 或者哪怕跟钱有关呢 因为类似于这个韩国一个美金 它可能是1000 或者是数量特别大 所以在这一块你就不要写那个数字什么 1234就是这种零钱就不要了 就都是还把它划分为零 然后因为它本身钱也不多嘛 所以就这样会更清楚一点 yeah and for the age rating you have to work with this government agency i think to get the relevant age rating before you can launch your game in Korea ok 那这一块呢 其实很多开发者他都会问我 从上架google play哪怕是iOS 他都会要去做一个age rating 那这个肯定是大家不陌生的 那age rating可能在韩国 它会有specific的要求 可能你要先参照一下 在这个里面的这个 大家可能在回放里把这个字打出来之后呢 就讲就看一下 然后它的一些什么特别的要求 可能在进入韩国市场要注意一点 yeah and local market is like referring to another play store that's not google play or ios so there is a korean play store called one store so you can consider launching your apps there as well so there is a specific it's a marketplace it's just like google play but it's a local korean market space yeah market space okay but do you think that can be more you can you can ok好那这个大家一定要听到 就是那个除了google play和iOS 韩国人大部分 but that's mainly for domestic users yeah yeah 就是韩国的本地的市场人 他们可能会用一个app store 名字叫one store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one store 然后这个是可以在atmo边下的 基本上其实都可以在atmo边 非常好的非常普遍的一个韩国人用的一个app store 大家可以要记住了 yeah and in terms of promoting your apps or your games videos as i mentioned on youtube would be very effective and also getting featured on the play store is a very important way to tackle your audience as well 好那videos也是个非常有用的来投放的一个工具 那刚才也提到了youtube现在用户非常非常多 超过了这个kakao超过了这个facebook 所以大家也得注意 那投放是个很好的工具 and also like for pre-launch there are a lot of gaming companies that do like pre-registration or beta like tests so people sign up before let's say your launch is in April people can start signing up in as early as like February and then two months ago yeah and then they just wait and they get the first versions out or like some people can do beta test so like when they're launching like big titles like most companies are using this tactic so it's kind of like a popular approach now for the big company 那这个其实之前我们也有做过Google play的一些知识分享啊 在10月份的时候 然后当时我们那个同事就有讲说这个提前注册这个功能 那提前注册的功能原来这个功能在韩国还真的非常有用 刚才Andy也是讲了一下 他说这个很多的大的韩国的那个公司 他都一定会用pre-registration这个功能 然后一般两个月前就会让一些新动的玩家呀 去做这个注册然后可以现玩 那这边大家就只能可以注意 因为pre-registration的反应 每个国家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但韩国原来是这么重视的话 那你大家就可以注意了 因为这个是 It's free now right? pre-registration this function always paid one It's up to how you run it OK 因为我刚刚在问他 这个到底是免费的还是付费 大家可能具体在跟你们的那个Google Play 或者是吧在那边的同事或者联系人 或者网上去看一下那个应该有一些是免费 有一些是具体复杂的或者是要怎么样 但确实如果是免费又非常的那个 efficiency 那肯定帮你的ROI还是很有帮助的 OK Yeah the last point is also about like localization I guess so you have to pick a good partner in Korea market to do like manage your marketing or your customer care and you also need to kind of manage your user community as I mentioned that like people really care about the player reviews as well OK 那这边还是在讲就是你整个marketing 你还是在韩国最好能有一个好的一个infrastructure 能去面对如果你的真的用户啊 可能是80%或者很大一部分一半是来自韩国的 你肯定有专门的团队去做一些用户处理啊 一些marketing啊 user啊的一些那个用户的那个群体的一些建设 这肯定还是需要时间去做的 好那今天我们整个的section就到此结束 因为还有非常重要的Firebase 那在最后之前呢我看有个朋友问了一个 One store user is more or Sam store more Samsung store more Do you know this question is out there? I'm not sure but it's like one store is kind of like an added like extra like store that you can list your app on but it's definitely not like the main one so if you have to choose one I guess it would be Google Play because that's the dominant one 太好了 你又回到我们的产品 吓死我了 他想说你不会舍个别的吧 没错他刚刚就是讲说 其实无论是One store还是Sam store 然后其实都只是一些extra的 那其实这个Google Play还是最重要的 not biased not biased 我非常公正 我没有因为自己这个公司啊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但是呢你可以去做一些调查 看一些数据 其实应该网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这个store的一些数据 但是Google Play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 毕竟他是三宋这边的比较多嘛 好的度过了这个紧张的时刻 那我们赶紧进入这个Firebase 好那Firebase有我们的这个技术专员 明布来给大家讲 明布呢已经上线了 步步现在我就把这个直播间呢 切给你由你来开始讲 这些内容 那在结束之前呢 可不可以大家用韩语告诉Andy 你今天的感受 是不是很感觉他说英文 他也是能看懂的啊 好那我现在就把这个My切给步步了 好步步你现在准备上线咯 然后讲一下Firebase的内容 Andy 拜拜 forgot it bye 切给步步了哈 Hello 大家可以看到我吗 如果可以看到的话 在屏幕里留个言 然后我看一下 我是不是说已经上线了 OK OK 好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Google的iMob应用产品技术专员 我叫布明 大家可以叫我布布 然后今天我有两个主要的topic 第一个topic是Firebase的基础设置和优化解析方案 第二个topic是Adaptive Banner 自适应横幅的一些常见的问题 那我们先从Firebase开始 我今天的分享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个是Firebase的介绍 一个是Firebase信息中心 第三是相关的问题 以及如何利用AB测试 来优化我们的解决方案 那首先呢 Firebase是Google的一个应用开发平台 我们的目标呢 是帮助所有的应用开发人员 还有web开发人员成功 那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在一个应用产品的一个生命周期中 我们都会面临很多巨量的大量的数据 那比如说在开发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进行测试 或者是进行用户认证 那当我们的APP上线之后呢 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进行发布管理 或者我们进行一些用户的数据分析 以及随时监测是不是有崩溃发生 那当我们的应用逐渐累积了一些用户之后 我们可能会想进行一些实验 找出一些最有价值的用户 或者是进行对这些用户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设置 那Firebase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Firebase是一个高度集成化的一个开发平台 以上的所有这些功能呢 我们都可以通过Firebase实现 那其实Firebase的功能有很多 那今天呢我们将重点focus在可以和变现相关的拓展义务方面 这些的数据分析 好大家是否准备开始新的变化了呢 那我们先从如何连接MOP和Firebase开始进行介绍 首先呢是方法一 如果你之前没有使用过Firebase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那在上周的时候呢 我们新上线了一个叫MOP plus 这样的一个新的功能 在MOP plus中包含了一个叫用户指标 也就是user matrix 那我们可以通过user matrix 来连接到Firebase 那用户指标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用户指标想象成一个mini版的一个Firebase Analytics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前端通过允许用户指标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卡片 这可以想象成一个mini版的一个Firebase的信息 我们可以了解到和用户相关的 比如说日活跃用户的数目 然后用户在一个绘画时长 或者是说用户的一个收入 还有付费用户的一个收入 那只需要通过在MOP中允许了用户指标之后 我们便可以看到这些数据 那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设置应用里看到link to Firebase这个界面 我们可以点击之后 便可以进行和Firebase的一个连接 那点击之后呢 会有相关的一些选项 比如说我之前已经有过Firebase 并且加入了这个project的话 那我可以通过输入包名 将我的MOP和Firebase连接到一起 又或者说我之前这个APP没有和Firebase相连 那我可以点击创建新的项目或者应用 来进行一个连接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那需要做什么呢 只需要将你的MOP的一个SDK升级到如下的一个版本 便可以通过MOP来连接Firebase 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如果我想在我的MOP里连接 并且看到Firebase这些数据的话 需要有一个用户权限的这块的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我在Firebase里的用户和权限 必须是查看者以上的一个级别 那下面是第二个方法 也就是非常传统的方法 我在Firebase中创建一个项目 然后在我的code中加上了Firebase SDK 然后之后再通过Firebase里的设置里面的集成 和我的MOP相连 那这种方法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我想通过在Firebase里添加MOP来连接的话 那需要我两边都是所有者 也就是owner的级别 好那下面大家已经了解了 如何将我的MOP和Firebase相连 那准备好一起看更多的数据了吗 我们现在就来简单的过一下 我的Firebase dashboard上可以看到哪些的数据 那其实大家和应用变现相关 比较关心的有哪些数据 我会关心我的日活月用户 第7天第28天之后的一个留存数 平均绘画时长 内构收入和MOP收入 那这些数据呢 其实是我在Firebase中 不需要在我的code里进行任何的添加更改 便可以看到的一些数据 这是一个Firebase一个Demo Project 如果大家在Firebase前端 其实可以点击Demo Project 大家可以去自己去玩一玩啊 看一看具体有哪些数据 那如果我关心我的日活月用户数的话 我可以通过点击Dashboard 看到一个Daily Active Users 也就是在特定时间内 与您的应用有过至少一次互动的一个用户的数目 具体的点击到这个表格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每28天7天和每天的一个活月用户数 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时间范围 我们可以自定义一个时间范围 然后便可以了解到我现在的这些数据 和我这个特定的一个时间范围内的比 一个百分比的一个波动 那在右边这个蓝色区域呢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30分钟内使用应用的一个人数 并且这个数据是实时更新的 然后下一个呢 如果我想看我的用户留存数的话 我可以点击retention便可以看到我的用户的一个留存率 具体的来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周两周三周 也就是从特定星期之后返回的一个新用户的一个百分比 那如果我想了解我的用户人口的一些信息的话 我可以具体点击进来 然后可以了解到我的用户是来自哪些特定的国家地区 又或者我的用户是什么样的一个性别 一个年龄段的一个分层 那同时也可以了解到我的用户是使用iOS多呀 还是安卓多 那假如说我想了解用户参与度的话 那我可以点击这个daily user engagement 这块区域 那我可以了解到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段 用户的一个参与的程度 同时呢我也可以了解到屏幕级别的一个参与的百分比 也就是说用户在哪个屏幕 花的时间比较长啊 然后在哪个屏幕花的参与度比较低啊这样的 然后呢如果我点击收入的话 我可以看到在所选时间段内 每位用户的平均收入 和每位付费用户的一个平均收入 如果我集成了iMOP之后呢 我还可以看到和iMOP相关的一个收入数据 那我当然可以看到我的一个内购数据 我可以在事件里面通过in-app purchase 来filter一下我这个filter 然后可以看到一些用户最常购买的哪些商品的一些数据 又或者是我的一个内购事件一个转化的用户的一个百分比 有关于iMOP的数据呢 我可以看到比如说我这个点击事件 具体是由哪个国家发生的 或者是我这个点击事件给我带来了有多少的收入 同时呢我也看到比如说我这个点击是由哪个年龄段 和性别所触发的这一个点击事件 那所以其实Firebase的Firebase这个 大家可以通过Firebase看到很多的跟变现相关的一些数据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关心的问题 因为在事前大家的客户经理也跟我沟通 有一些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如何应用的一些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是Firebase怎么计算LTV生命周期价值 那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对于任意的一个用户 那他的生命周期价值我们是这样计算的 是通过他这个用户在前120天的时候产生了所有价值的一个总和 那这个价值包括了In-App Purchase内购价格内购价值 E-Commerce Purchase也就是其他的商品的购买的价值 以及MOP Earnings的一个收入 那每一个用户的这样的一个LTV就是他120天内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的总和 那整个的LTV呢就是所有用户的LTV的总和再除以所有的用户的总数 那这个就是刚才的这个公式 那如果是在DN天的LTV呢我们的计算方法是将所有用户在DN天产生的这样一个价值的总和 再除以一下总的一个用户数 广告变现相关的有 AdClick,AdExposure,AdImpression等数据 也就是说当我这个用户点击了这个广告的时候 会触发AdClick这个事件 那我的Firebase后台也会自动的接收到这个事件 又或者说AdImpression 也就是当我的用户看到广告触发的时候 也会触发AdImpression这个事件 我在Mob的后台 我在Firebase的后台也会收到这个事件 所以说如果我想了解我的这个一个哪个广告单元触发的一些点击的数目啊 产生的价值 那我其实直接在Firebase dashboard里是可以看到这些数据的 不需要我在code里再进行一些额外的一些代码添加 那比如说我可能想记录一些我自己定义的一些事件 那其实也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通过我们在code里添加LogEvent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记录一些自己想记录的一些事件 那我只需要通过Firebase Analytics LogEvent这个方法 便可以在我的Firebase后台看到我所记录的一些事件 好下一个问题是如何通过远程配置功能更改奖励广告的奖励 那其实Firebase的远程配置呢 大家可以想象是Firebase有这样的一个后端的一个数据库 那我可以设计设置一个参数 并且给这个参数在不同的情景下赋予不同的值 比如说我现在想有这样的一个参数叫rewarded amount 叫奖励广告的一个奖励的数目 那我可以设置它的default value 也就是它的默认值是100 那比如当特定的情况下 比如说当这个用户满足一定的条件的时候 那我把这个值设成200 那在我的代码端呢 我只需要一个get方法 来get到这个我设置的参数的值便可以了 那我就可以通过config value for key 这样一个方法 在我需要给到奖励之前 我调用这个方法 来调用到Firebase后端的一个参数 知道我这会儿应该设一个什么值 那其实就相当于把一个简单的数据库放到了cloud上 然后我来得到一些值不同的情况下 我来得到一些不同的值 好那刚才简单的过了一下大家的关心的问题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如何使用Firebase AB测试 来证明你的数据的成功 那其实AB测试可能大家之前都听了无数遍 啊什么是AB测试啊 其实AB测试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有假设我有百分之百的流量 那我设置一个A控制组和一个B的控制组 那我通过远程配置 在我的Firebase中设置一个参数 然后给参数赋予不同的值 然后在我的code端呢 就是比如说当我用刚才那个config value for key 这个方法我得到此时ADID的值是A组的值 那我就展示A控制组所要求的一些条件 那比如说我config value for key得到的是B AD unit B的话 那我可以用B组的一些控制 展示B组的一些设置 那下面举几个具体的案例 比如说游戏行业 大家可能会关心 我是否将激励广告放到了正确的位置呢 那这会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个A控制组 将A控制组的广告 单元A投放的广告 是在用户完成了第一季之后 我给他展示这个A广告 那或者是B组 当用户完成了五集之后 我才给他展示这样一个广告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呢 比如说我把我的流量分成了随机50%给A组 另外随机50%的流量给了B组 那最后我们通过哪些数据来衡量 到底是A组更成功还是B组更成功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KBS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用户的一个参与度 点击率有效每千次展示的费用 来决定是A组的表现更好 还是B组的表现更好 那下一个游戏类应用 大家可能会关心的问题是 我给用户的奖励数量是合适的吗 那我们可以设置这样的一个AB组 A组是说 比如说我A组的投放的一个奖励金额是100 B组投放的一个奖励金额是60 那我可以通过这个测试最后来衡量 我的用户参与度 内购收入 激励视频收入 又或者是我自定义一个事件 就是比如说我自定义 这一个阶段的一个完成率 是多少 来比较到底是A组的表现更好 还是B组的表现更好 那我们现在举一个非常成功的 利用Firebase来提高收入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有这样一个韩国的公司叫433 他们主要是有中重度的游戏类的应用 那他们在其中的一款应用中 用Firebase进行了一些测试 那首先呢他们是想我到底要不要使用激励视频 他们对他们在保证了不伤害付费用户的前提下 对他们的非付费用户进行了一些激励视频的测试 并且他们对他们非付费用户的部分 对于完成游戏教程的用户又进行了细分 那这些完成了游戏教程的用户呢 被他们归为了更活跃的一部分玩家 那同时他们还利用Firebase进行了一些测试 测试了一下不同的激励类型 比如说我这个激励类型可能是奖励几个装备 那我那个激励类型可能是奖励几个点 那他们通过了AB测试 来测试一下哪种激励用 哪种激励类型对用户会有更更强的一个吸引力 那通过Firebase的一些分析数据 还有AB testing 他们最后收入有提高15%以上 好那下面我再举一下非游戏应用的一个例子 那非游戏应用大家可能会关心我如何提高原生广告的效果 那我可以设置这样的一个AB测试 A组用的是原本的一个原生广告设计 B组用的是一个新设计的一个原生广告的UX 那我最后来可以通过AB测试来比较一下用户参与度 用户留存卸载还有广告的收入 来决定是我原来的设计更好呢 还是现在的这个设计更好 下一个例子是我的非游戏应用的客户可能会想 我是否应该用原生广告来代替横幅广告 因为大家都知道原生广告的表现相比于横幅广告会更好一些 也会带来更大的收入 所以呢 你可以通过AB测试来测试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那A组控制组可以是展示当前的一个横幅广告 B组可以是展示一个新设计的一个原生广告 那通过比较用户参与度 用户留存和广告收入 我们来比较一下最终哪个表现的会更好 举一个非游戏应用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有这样一个叫Claveny的公司 那它的应用呢 其实是也是一个计算类的一个应用 就是计算各种单位的转换呀 之类这样的一个应用 那他们呢 通过Firebase的AB测试 来测试了一个新的一个原生广告设计 那这个新的原生广告设计呢 首先是有更大的一个点击空间 以及更大的一个广告尺寸 同时呢 它也减少了一些文字的数目 那通过测试呢 他们发现这一个新的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广告 会带来更大的收入 同时呢 他们也通过了Firebase 自定义了一些受众群体 比如他们将访问了帮助中心的 界面的这样的一个用户 定义为了一个高参与度的一个用户 并且呢 他们向这部分的用户 推送了一些更高级功能的一些信息 那最终呢 通过Firebase的A-B测试 还有Firebase的分析 还有Firebase Fairbase audience 受众人群这样一个功能 他们的用户参与度猛增了90% 并且他们的收入达到了4倍以上 好 那刚才讲解了这么多的案例 大家是否非常的心动呢 那下面一个回到一个问题上 连接Firebase SDK需要多长的时间 答案是少于30分钟 那你只需要通过5分钟 建立一个Firebase项目 再通过5分钟将你的App和Firebase关联上 然后再在你的Firebase 再在你的App中加入了Firebase SDK 你便可以在Firebase中看到以上 刚才介绍的很多的数据 那最后呢 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这个表格 Firebase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一个应用开发平台 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那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利用Firebase来获得更大的成功 好 那我们现在结束了Firebase的一个分享 我们下面开始 Adaptive Banner 自适应横幅的设置以及常见的问题 那首先简单回顾一下什么是自适应横幅 那如图中的右边的这个图所示 自适应横幅是一个新的一个 旨在代替过去的一个标准横幅 还有智能横幅的这样一个新的设计 那我们会根据Google的一些算法 来为你的设备推送最适合你设备的这样的一个横幅广告 那这个可以看到一个横幅大小的一个比较 过去的横幅呢都有一些固定的大小设置 而自适应横幅呢是有一个adaptive width adaptive height 也就是有一个适应性的一个高度 那自适应横幅最大的优点是相比于传统横幅幅幅 会有20%左右的一个收入提升 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 为什么会有一个收入提升呢 那其实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通过自适应横幅 我可以将过去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广告素材 进行一个按比例缩放 然后放到我们的自适应横幅里面 那这样有了更多的广告员 自然我们的收入也会有一定的提升 好那下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如何在我的code里实现自适应横幅幅 因为我原来写过iOS代码 所以我就用Xcode来举个例子 那第一步是要使用比较新的一个sdk版本 然后第二步和横幅幅一样 我需要在我的code里创建一个gad banner view 并且为它设置一个广告单元ID 那第三步就是区别的地方 我需要在这里获取一个自适应横幅幅幅的一个尺寸 那第四步就是通过low request 来加载我的横幅幅幅 好那我如何获取我的自适应横幅幅幅的尺寸呢 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只需要定义一个宽度 也就是一个width 我可以使用我屏幕现在的宽度 也可以自定义一个 自定一个小于屏幕宽度的这样一个宽度 然后我通过adaptive banner add size with width 这个方法 便可以得到我现在需要的一个自适应横幅的一个广告的大小 那下一步呢 我将我的这个得到的adaptive size 附给了self banner view的add size 也就是通过增加这一步 我的banner view知道了它现在应该去请求的一个广告额的大小 然后下一步就通过low request 我们就可以加载到自适应横幅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只需要一步就可以 好那下面我们来解答一下大家有关于自适应横幅一些常见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我常被问到的问题是 为什么我返回来的广告的背景会有黑色呢 那其实这个是非常好改的 这个我只需要通过banner view的background color 就可以更改我返回的广告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颜色 那下一个问题常被问到的是 为什么我的自适应横幅没有填满整个广告位呢 这是对的吗 答案是正确的 自适应横幅的广告并不是总适合于整个尺寸的 因为像刚才介绍过的 有的时候有比较大的一些广告素材 我们不会对它进行一个拉伸或者压缩 我们会按比例的缩放这些大的广告素材 以填满到我们这个广告位里面 但可以保证的是呢 至少是宽度的50%和高度的70% 也就是至少是一个看上去非常舒服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广告的样子 那下一个问题是 你们的官网上说高度至少因为50点 且小于屏幕高度的15% 那我这样一个广告真的会达到屏幕高度的15%吗 那答案其实是这样的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呢 比如说我是一个竖屏的设备 那我的广告大小会和320乘以50是同等比例的 那但是有可能是说我这个屏幕横屏了 那如果我横屏的时候 我的高度的15%其实就非常的大了 那我们要保证它不能超出这样的高度 好下一个问题是哪些中介平台支持自适应横幅呢 那现在来说的话 如果你使用的是MOP中介或者是只使用MOP 或者是使用的in-house mediation的话 那你都可以通过MOP SDK来使用自适应横幅 但如果你是使用的第三方的中介的话 那么还不太好意思 现在还暂时无法使用MOP的自适应横幅 最后一个问题是 我应该如何避免内容有重叠的问题呢 那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 对于固定的一个设备大小 如果你传进了一个固定的一个宽度的话 那你返回的广告大小其实是固定的 那其实我就可以在测试阶段的时候 就可以测试我这个广告 在不同的设备上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样就可以规避一些重叠的问题 好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然后如果待会有时间的话 我可以进行一个解答 好 切给Iris 好 切给 好 谢谢布布今天的答应 今天他讲的真的是非常好 因为布布他也是第一次来讲这个课程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的这个用心准备和他讲的内容 我相信大家也是受用的 那正如我之前一开始讲呢 Firebase是非常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今天很多答疑的一些问题 没办法就是在很快的那个时间里讲完 所以我们会在之后呢 有第二在下一个月 就是我们每个月都会有这个现场课程嘛 那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再讲一堂 Firebase是把大家今天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怎么打点呀 怎么做一些 买量的一些测试或等等的 像那种的数据就会更重要 所以我也是希望大家先听完今天的内容之后 如果你还有不懂的问题 那我们再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讲 所以大家今天听完觉得有什么问题的 现在你就写在这上面 因为我之后会回看大家在Firebase里面的一些留言 然后我会去准备下一期的Firebase的内容 所以大家刚才讲的 除了你已经提的问题之外 关于其他Firebase的内容 大家就现在可以打出来之后 我会为大家去准备下一期 OK那大家现在都很知道 我们要进入这个Policy的环节 我刚看到刚才有朋友留言说 对Policy的这个印象Bonnie很深 那我们就一定要请出Bonnie入场了 好Bonnie来我们来讲一讲 等一下我再调整一下slide 来请Bonnie来我们讲一下Policy Policy这一块我们已经收到一些问题 在这个registry form里面 如果现在你们还是有一些问题的话 就现在在留言板里流出来 然后Bonnie会一起解答 OKBonnie over to you 好 那再看就是这些 就是现在大家问的问题之前 我先回答一些 就是有些人在表带里面问的问题 所以我先这里有整理四个 我觉得比较多人问的这样子 然后我先讲解这四个 那第一个是这个月的收款 很多人好像在账号里面有看到 就是您的款项目前是在一个 代付款代发出或者是一个 就是一个pending的一个状态 那我这边想要跟大家就是从 呃就是说明一下 就其实我们每个月的付款周期 是当月的21号到26号 所以在这段期间内都呃 我们的系统它都会有一个process的动作 虽然平常正常都会在21号左右发出 但是只要在21号到26号之间 都是我们一个正常processing timeline 所以会建议大家就是在稍等待 我有发现很多呃开发者 已经陆陆续续收到钱了 所以这部分就是不用不用特别担心 就是耐心给我们系统一点时间 好然后下一个问题呢是 下一个问题的话是关于apps.txt的部分 有些开发者会问说 诶我没有自己的开发者网站该怎么办 那呃目前apps.txt 如果你没有开发者网站 是没有办法去做实施的动作 所以你还是会需要自己可能去找一个hosting 然后去去自己去呃就是去setup一个自己的开发者网站 那前面我们有其实有讲到很多firebase的东西嘛 然后我这边会呃推荐大家 就如果你没有自己的网站 可以去参考firebase 其实有一些免费的一些hosting的资源 那可以去参考这部分 透过firebase去架设你自己的一个开发者网站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顺利呃去实施你的apps.txt 好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呃前阵子比较读人问的 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之前有看到我们呃推出一个用户指标啊 或是想要呃用户指标这个新功能 然后在连结上面遇到很多问题 或是呃也有一些开发者在连结firebase上也遇到一些问题 那呃呃针对这部分我们呃支持团队这边 其实针对我们的帮助中心文章做了一个很全面的一个调整 所以现在里面的信息是非常非常详细 可以一步一步讲你怎么去关联你的账号 跟你的firebase账号 或是怎么透过你的账号去启用用户指标 所以会建议大家如果现在在关联上有遇到问题的话 就是直接到我们的帮助中心去查询就是 关于firebase跟用户指标的连结的步骤 里面就会很详细告诉你怎么去做 嗯然后呃最后一个是近期比较常收到一个政策违规 呃最近我们有收到蛮多就是客户又又呃最近还蛮多人有 就是那个差译广告有在应用外实施的状况 那过去其实很多开发者因为这样子实施 实施的方式被被封号的情况 所以这边还是会强烈就是要跟大家讲说 如果您现在有这样实施 请务必一定要去做一个修正的动作 因为这部分其实真的抓得很严 然后封号之后我们的团队也没有也帮不了你这样子 所以绝对不要在你的应用环境外去展示一些差译广告 嗯好那主要是这四点想跟大家 那现在我就看一下对话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这边可以帮忙讲解的 嗯嗯嗯 哦呃有一个人有问说就是因为流量 因为呃前阵子有很多人因为那个无效流量的关系嘛 然后广告填充被限制 就是暂时被限制这样子 那呃有人就在这边有问说大概检测需要多少天 那其实我们正常检测大概会是在30天以内 团队就会在你的流量检测这边呃就是检测完毕 但也有一些情况可能会超过30天 只是这边就是跟大家communicate说 大部分就是多数的开发者30天内就会就会检测完毕 嗯嗯嗯嗯嗯嗯嗯 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跟monetization有关的我也可以回答一下 这个这个关于firebase免费的host语言可以下一个文档什么吗 哦就是那个hosting plan呃这部分的话应该上上网查一下 firebase他有hosting plan 然后其中有一个plan是免费的所以可以嗯 去直接google search应该就找得到 好因为时间的问题呢我最后讲一下eCPM嘛 因为最近eCPM问的比较多 嗯政策答疑其实每每个每个monthly boni都会非常辛苦来跟我们解答讲一下最近有哪些违规比较多的 所以这一块是非常重要大家可以认真来听一下 那时间关系我来讲一下eCPM 因为最近很多eCPM确确实实是有这个下降 因为可能是受到了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的影响 这个你可以看一下 但是他这个应该也是跟趋势走他也不会说突然下降了很低 但是如果你看到了你的eCPM如果有抖降的话 像这种情况我的客户经常会问我 那通常的话你应该去看一下你的CTR 因为eCPM它不会有什么剧烈的变化 除了是seasonality的上升和下涨之外 如果短时间内出现那样的情况的话 如果CTR有变高的话 那说明有很多无效流量有点击没有转化 所以你的eCPM有下降 如果是你的CTR下降了 那就更make sense了 就可能就是没有什么人点击你的广告 那这个时候呢两个方式 第一呢你发现这个问题之后 去帮助中心联系这个技术支持上 他们给你一些判断确认 不是你的账号出现什么问题 不是你的APP出现什么问题 只是普通的这个广告点击行为 那这个可以在就是相关的去做一些修改 你先确认其实不是受什么政策 或者其他的一些影响 那如果你有客户经理一下 你能联系ARIS 或你有这个Huda 或等等客户经理联系 你就得跟客户经理联系 他也不会去看你的数据 所以这个是不建议的 因为他没办法给你些什么suggestion 所以你最好还是就是 Approach我们这些这个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 好的行 那差不多今天的时间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这个收看 那我们大概之后应该是在4月份 会再跟大家通知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 然后每个月都会有好的内容为你准备 就像下个月我们还会再讲Firebase 大家记住了 会把你们今天的问题给整理好 然后做好文章来跟大家做分享 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谷歌广告联盟 微信公众号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记得 然后此外呢 如果今天的这个内容啊 就是你发现你还没有使用AdMob 你觉得我们今天讲的 让你对AdMob使用的这个非常有这个兴趣的话 那赶紧在这个表单当中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已经使用AdMob就不需要 如果你还没有使用AdMob的话 欢迎联系我们 我会在这个Site里面停留多一点 让大家能够扫码 然后最后呢 就是说 你们对我们的课程的这个意见 就觉得我们三月份怎么样 希望大家能给我们一些好的评价 还有一些建议 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支持 那所以你可以现在扫码 然后给我们评个分 其实很简单 就是告诉我们 你认为今天的内容有用没用 就OK 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Adjustment 然后 今天我待会结束了这个直播之后呢 那这个链接就会变成回放了 好 那就同一个链接大家就可以看回放 觉得今天的内容 之前的一些数据特别有用啊 还有对一些Firebase想再多听几遍 对中间的一些source想去查看的话 那就看回放了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